所以你會發現很方便 如果你會控制它的話 它非常的聽話 尤其你大量資料 我以前處理大量資料 尤其裡面像有重複的資料 比如說有人莫名其妙 本來應該只能填一筆記錄 他就重複填一堆 那你怎麼辦 你光要check那些你就頭痛了 所以像那種我也是重倒過來 然後去check 如果上面這一筆跟 就是你的下面這一筆跟你的上面這一筆是一樣的 那我就把下面或上面其中一筆把它刪掉 再去check 就是一直比完之後 就不會有重複的資料產生了 這個當然如果內建功能 你沒有移圖重複了 不過不合用 還是要自己寫 也是可以從這邊去做修改 寫完之後按下去就完成了 其實非常的實用 OK 好 那全部刪完按下去 全部跑給跑完了 感覺還蠻好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 但是如果你刪完之後 後面的程式可能要改寫 如果你有寫活的 因為剛剛那個部分 如果你要用偵測的 Ctrl向下 這個就不行了 對不對 Ctrl向下它就卡在這裡 但是你把它刪完之後的話 Ctrl向下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如果你中間有空白 空白列它就不是同一個範圍 這個是指的是同一個範圍資料裡面的這個偵測 但是有的時候你會因為 奇怪 剛剛 剛好中間有一個不需要的東西在那邊 但是你又每天要一直刪 一直刪 一直刪 資料量都非常大的時候 我建議你用這個方法來做 兩下都做好了 OK 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刪除那個空白列的範例 但是後來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後來又有同學又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 那個 我看一下這個地方 後來後面又有一段 又一段那個 再複製一個 那後來好像同學又有問到說 老師 可是我這個地方 我要知道說我最後那一列在哪裡 那我怎麼知道 因為19嘛 那你如果說這個範圍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19 我只知道說 我這個範圍非常的大 那我要知道說 它這個範圍 最下面那一列要從哪邊刪起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看一下再輸入 那還是頗麻煩的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不用去看 就知道最下面一列在哪裡 其實後來有一個方法 就是第一個 我先把游標先移到最下面 如果你是2003的版本 就6536 如果你是2007以後的版本 就是1048576 你可以看一下最下面一列 這個2003是6536 最多6萬多筆 那你可以從這邊往上偵測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列號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 假如說你希望從下面去偵測到 碰到最上面是哪一列的話 那你可以寫一個什麼if range 如果2003是 這個我們寫好的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我們的第二段 其實就改良就是說我不知道這個19 也許這個19不一定在哪個位置的話 那我可以就是寫成這樣子 Range A欄的 65536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是2007的版本 你可能要看一下版本 如果我是071048576 那如果要偵測它最下面 再往上追蹤的話 那就是什麼 點 end 那前面的話呢 我們是刮弧的時候 是向下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剛好顛倒 就是向上 那向上有沒有 就按這個 XL Up 然後刮弧 電 往上偵測是哪一列 那就打一個Row OK 這樣子 然後一樣是從這一列到第一列 有沒有 然後Step 就打一個Step 空一格-1 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就把19 改成這個 這樣就完成了 其他應該沒改啦 我想這個地方提供 就是以後如果你有很多的列要刪除的話 就可以拿這個來改 或者可以用在就是說 如果那個資料你要刪掉的話 甚至可以延伸到重複的資料刪除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那關鍵就是 多用了一個叫Rowse物件 Rowse這個物件 它裡面呢 只要告訴它哪一列要刪掉 就是用.delete的方法 它就幫你刪掉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試試看好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